引伸而出去接待了 結果後來才走沒幾步 我就發現我錯了 因為味道超臭 他應該有一個多月都沒有洗頭 然後頭上都是辮子 都是髮膠 然後邊拆 味道就一直串到腦門 然後整個快暈掉 然後邊洗頭的時候 因為他們都要用指甲抓 然後邊抓邊流血 因為它有痘痘跟濃 我就說我們要不要用指腹洗就好了 因為妳頭皮已經受傷 他就說那怎麼辦 我就很癢 你幫我洗啊 流血沒關係這樣 然後就邊抓 然後指甲都有血 然後就覺得好可怕 妳好偉盜 什麼好可怕 真的 就是想說幫他洗乾淨好了 頭都長籠包什麼之類 對 因為他一個多月沒洗頭 都是膠什麼的 女生啊 女 阿嬤 對 然後最後洗完之後 手那個臭味還是洗不掉 大概好幾天 妳這個可以戴手套啊 他不要 他就是要那個指甲 戴手套是這幾年的事了 那妳就剛刷拿出來吧 而且比較家庭式 他們就是要這種指甲 而且真的是這幾年 才開始有戴手套洗頭 以前哪有什麼戴手套 可是以前阿姨 阿嬤們 可能會覺得燒不到養水 而且會一直出聲音 他們當學徒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你們還記得當了多久 更以前的當最久 學徒 洗頭可能洗個兩 三年 差不多要洗兩 三年 兩 三年對不對 對 然後才可以當設計 現在很多比較不一樣 十年的我看妳頂多洗 一年多 兩年吧 我其實十五年 怕被倒算出年紀 沒關係 我沒有 我也30歲了 十年 十五歲就開始當助理 妳是多久 大概多久當 大概四 五年喔 四 五年耶 我們那個時候當助理的時候 一個月薪水六千吧 對 六千 一萬塊已經最高… 再早一點的話三千塊 對 現在想起來是辛苦啦 對啊 艾亞還一直叫人家加強 加強一直這樣 不好意思 你們以後洗短短的就好了 沒關係 我都會說謝謝 都不要加強 摸一摸就可以了 我回家自己洗 我自己沖水 Beta…怎麼樣…要求什麼 就是我有 那時候那個男生他是第一次來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的要求真的很奇怪 他就主動跟我講說 我兩邊臉長得不一樣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兩邊臉 要剪兩種髮型是不是 對 然後他還遮一半給我看說 妳有看出來有不一樣嗎 然後我講說 不會啦 合理 這個合理 對啊 這是合理的嗎 這是視覺上的危險 這合理很… 眼型不同 沒錯 其實很多明星藝人都這樣 他兩邊有一些不一樣 可是他拍照會朝哪一邊 對 右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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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甚至可以告訴你 哪一個人是哪一邊 哪一個是哪一邊臉 真的假的 因為我之前也是畫過一個港星 他的臉是真的完全不對稱 完全不對稱 所以我們眉毛要畫一邊高一邊低 畫的時候你要畫一邊高一邊低 眼線要一邊粗一邊細 嘴巴要畫一邊高一邊低 他上鏡 真的很難 他上鏡就會是正常的 真的喔 可是你這樣在畫的時候 我一開始想說 我懷疑我自己說真的要這樣子嗎 他們就跟我說 我們香港的化妝師都這樣畫 我說好… 然後你就照著做 我就照著做 然後後來畫第一次第二次 他覺得OK 過關囉 因為你知道怎麼把我挑回來 對… 就你 後來他都在睡覺的時候讓我畫 因為港星來那個年代 港星來都時間很短有沒有 你知道我還要自己判斷 就是他都閉著眼睛的時候 他活過來是不是 他活過來會變成什麼樣子 天啊 壓力很大 很大 所以兩邊不一樣的髮型 還是得想辦法做到 都要 對 但後來我就是幫他處理 就是髮型件一樣 然後後面就是兩邊顏色藍不一樣 就一邊藍紫色一邊藍色 妳直接用顏色區分啊 對 就黑白狼角 因為我覺得他兩邊就長一樣啊 香星酒店的髮型 對啊 結果後來 就是他後來就真的一直來找我耶 然後我們就一起發瘋這樣子 他滿意啦 對 他滿意 他覺得妳懂他 真的 一直笑他 所以妳還有客人 自己的喜歡是比較重要 因為就長在我身上 我看氣舒服 我就舒服 對 他頂著這顆頭走出去 開心就好了 這個很重要 來 楊楊 我同事他就是有一個女客人很奇怪 因為叫他有官方LINE 然後一直都在問他問題 可是都沒有來找他弄頭髮 然後他好像跟上一家店的設計師 好像發就是消費糾紛吧 然後被那個設計師放到 對話框放到那個網路上 被公開了 對… 然後他就是叫我們店的設計師 去幫他查一下說 這設計師在業內的名聲怎麼樣 然後背景怎麼樣之類的 然後我就笑他 我就說就是你是他小弟 還是你是私家偵探 我叫他不要碰這個渾水 他叫你去調查 他叫我同事去調查 比較怪異 怪事… 來 第三條我們要討論的是什麼 來 講話誠實是錯了嗎 這個行當裡面我也認為 真的不能講太多實話 講一點可以 不能講大實話 善意的謊言 對 我們好像其實都有被騙過 要修飾 來…怎麼看 因為像我本人 我在這邊在節目上 再跟大家重申一遍 我們都知道 我是頭很大 所以我在溝通所有的髮型 是要把我頭變小 你耳朵也滿大的耶 對 沒事 就是為了配頭嘛 所以就是 比如說我有幾個基本要求 不管時代怎麼樣流轉 我就是頭頂要蓬 兩邊要貼 我都會先講 如果是沒有合作過 一定會先把我的基本問題 比如說髮質的問題 頭心哪個地方有凹槽 你手拿過來摸摸看 凹槽在這兒 所以到這邊的時候 你那個弧形只能走到 那個凹槽的上面 不能整個都蓬喔 因為整個蓬我頭會看起來很大 OK 就如此類 我都會先講 都會講清楚 但是就像剛剛一開始艾亞說的 因為如果你耳朵不硬 就不能當髮型師嘛 所以髮型師通常就是耳朵很硬 她就是照她的方式做… 那一次她特別還把我瀏海 整個都剝開 剪得短短的那種瀏海 然後兩邊我有兩個角 她把我剪出一個方形 她說 她說這樣子比較修你的臉型 你知道我的頭像整個圓規 轉了一大圈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看著鏡子說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看起來好像 頭的比例怪怪的 她說什麼頭的比例怪怪的 我說就是好像頭看起來更大 他說沒有啦 妳是臉大 妳不用擔心啦 臉大癡 臉大癡是幫福氣啦 誰要福氣 中花的 不服氣 像那個黎太苑那種妳能駕馭嗎 栗子頭 那個叫什麼栗子 那個要很貼耶 那個不行 而且我頭會整個炸開來 因為我頭髮很硬 OK 我也曾經去髮廊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她說 今天就簡單 我只是就是稍微剪短 就這樣就好 她就摸一摸就說 妳要不要燙直 整個燙直 然後我就說不要… 我就是要稍微剪短 她跟我說小姐 妳的頭髮快瘋了 然後我就這樣看著鏡子 我說什麼意思 她說妳這自然覺得很瘋 很像Cocca耶 好的 請幫我剪短就好 她覺得她很幽默對不對 對 她覺得我頭髮是Cocca 我就自然捲啦 太常識了… 當那個設計師能講實話嗎 可以了嗎 明川老師這樣的客人 我反而喜歡 真的假的 清楚明白 對 因為其實一般的 待會兒就跟你約時間 好啊 沒問題 獲得一個客人 因為其實一般 其實我相信很多設計師 都會碰到一個問題就是 客人他不知道自己問題在哪裡 對 他們的要求太夢幻了 我就專屬戳破他夢幻的那個人 你都會講大句話 我會說 真的假的 我都會跟他說 我說我與其騙你 然後 讓你出去陪人家笑 對 然後讓你永遠得不到 你要的東西 我不害怕失去你 但是我想幫助你 然後我就跟客人講很多 我講了那麼多以後 最後我的官方網站下面留言 我的YouTube下面留言說 我約CAN賞丟了三百塊 約了好幾個月 來這邊一刀都沒有剪 我因為把這個錢丟到水裡面 其實我心裡超難過 就受傷 對 因為他是 對 因為流眼落臉 敢講出來 國王根本沒有穿新衣服的那個小女 我們在武蛇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線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我們不放棄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 直播和節目 全都在裡面 一次滿次 這 być 各漫節ote的網站 公将 不停 Police 請ian 精神 比 parab子 反應 自拍